号称全台最贵最难订的温泉饭店 红系诺雅 谷关 24小时不循环的碳酸氢纳泉 水之庭院 真的好美哟 欢迎回来凯文小的美 大家好 我是Kevin 今天的这一集影片呢 要跟大家分享我前阵子 终于订到了 号称全台最贵最难订的温泉饭店 红系诺雅谷关 红系诺雅谷关呢 他的前身就是在原来的问山大饭店 那么由问山大饭店的董事长 他担任推手 邀请了日本的顶级度假饭店集团 新野集团到谷关来 他们在日本其实有很多分馆 比如说像有东京富士山 清景泽京都冲绳 那么他第一个海外的据点是在巴黎岛 台湾谷关的这个红系诺雅呢 可以说是他们在日本以外 第一个以温泉作为号召的度假饭店 问山大饭店他原来的位置呢 大概海拔800公尺 所以呢 看下去那个景色非常的漂亮 就这样 在2019年的6月开幕 至今营业还不到两年的时间 这中间其实经历了疫情 红系诺雅还是每天客满 你如果上他们官网去看哦 全部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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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么难定他们的环境到底有多好 听我说来 我这一次其实是大概一个月前 2月中的时候去红系诺雅谷关 我其实是在12月1月的时候订房的 我后来打探了之后呢 我发现其实他官网保留一部分的房间数 他全管有50间房间 5个不同的房型 他是会委托给很多的旅行社 或者是订房系统 来贩售他们的房间 我这一次呢 因为我是美国运通白金卡 我透过了美国运通白金卡 国内旅游的服务 透过这个Agent来帮我订 但是呢 他只剩下风阴房 也就是三人房 说没关系 于是我就订到了哦 所以跟我一起出发前往红系诺雅谷关吧 我这一次呢 因为是自己开车 从台北下去的时候 我先停在枫园 去枫园吃了一点这个枫园夜市 老实说从枫园过去谷关的这一条 中部横贯公路很好走 开着开着 红系诺雅谷关首先映入了眼帘的是 满满的贵族 开进去之后呢 有三位这个饭店的接待人员 在迎接着我们的车子 他的check-in的动作其实非常的快速 由日本建筑设计师 他所操刀的这整个的 红系诺雅谷关的建筑 从里面到外面 你都会有一种艺术感 到处充满了装置艺术 会有大自然跟你的生活结合 唯一的这种感觉 在这整个的红系诺雅 他大概分成了三栋主要的建筑 有一栋是饭店的大厅 然后连接着餐厅的这个长条形的 比较低的建筑通过了一段 这个两侧都是贵族的秘密通道之后呢 紧邻的是两栋的客房 你在走这条路的时候 你会发现好漂亮哦 那个天空啦 然后那个竹子的这种 沙沙沙的声音 然后就一直听到 小溪般的流水潺潺的声音 你仔细看其实他附近 并没有溪啊 原来在那些贵族里面哦 他藏了铁制的水道 所以他利用这个铁制的水道的落差 来产生这种流水潺潺的声音 那么我的房间是在三楼的部分 我这一次住的是丰婴这种房型 一进到房间你会看到有一个 我觉得屏数还蛮大的客厅 你会看到这个客厅连接了 一整面的落地窗 然后呢小阳台有一个休戚椅 床的旁边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 饭店的水质庭园以及远山很美很美 他们会提供两套不同的服装 一套比较薄 希望你在房间里面穿就好 因为穿出去可能会有点透 另外一套呢是深色的比较厚 适合你在馆内走动 那他馆内很特别的是 他让你穿着木鸡 他还附了分纸袜 然后呢饭店人员为我们准备了这个招待的甜点 除了他有一个家庭房是没有楼梯之外 其实其他的四种房间都是楼中楼 那么他的盥洗室以及泡汤的地方 是需要走楼梯下到他的下一层 那么下去之后你会看到 它是双洗脸盆的设计 然后呢里面的被瓶都是日本资生堂 为红杏诺亚所准备的最重要的泡汤的地方 他采用的是一个食造方形的这个汤匙 他们强调24小时不循环的碳酸氢钠圈 没有循环的为你注满你的温泉池 那么除了在饭店里面的自己的私人汤屋里面泡汤之外呢 饭店也有提供了男汤女汤的大众吃 那么他的大众吃就是裸汤 我的老天鹅啊 红杏诺亚古关的大众户外汤 是我泡过最美的 他那个户外汤采取不规则的这个设计 两侧同样的充满了橘皮 白天看蓝天 晚上有星星的夜晚 尤其是我去的那个时候 大概是12、3度的气温 好棒哦 那个身体那凉凉的 然后泡下去暖暖的 好舒服哦 日本的建筑设计师他其实在你经过的这一些走道 他留下了大面积的窗户的这种感觉 让你好像欣赏一幅画 但是重点来了 红杏诺亚古关的庭院 他们叫做水之庭院 真的好美哦 他保留了问山饭店他原本所有的原生植物 他把它设计成围绕在这些原生的植物周边的一些小湖的感觉 种植了一年四季都能够观赏到不同景色的这个概念的植物 秋天的枫叶 然后夏天的荷花 然后呢 这些蜿蜒的小池子 像湖一样的小池子里面 有很多不同品种的鱼 他形成了一个自然的维生态 在整个的水之庭院里面 他有十座西式的凉亭 可以讲这个水之庭院不同的时节来看 他会呈现一个大自然不同的变化 当然冬天泡汤夏天到了红系诺雅谷湾呢 他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泳渠 而且因为他的海拔八百公尺 所以换算下来他等于会比在山下 可能平均温度都会低大概四到五度左右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胜地 从饭店的整个的环境到房间 你都会感受到这个红系诺雅谷湾 他们在经营饭店上面的用心 接下来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吃 我这一次是附了早餐跟晚餐 那因为我停留两个晚上 不管住几个晚上主厨都会为你在每一个晚上 帮你准备不同的料理 红系诺雅的晚餐 他提供的是属于 类似槐食料理的这种宴席餐 我个人认为 其实日本料理最重要的就是在食材的新鲜度 料理的方式跟他的摆盘 其实这就像艺术的派别 我个人觉得 红系诺雅谷关的日本主厨 他有做到这点就是保留食材的原味 然后呢结合当地的一些特色 比如说原住民的马告 或者是客家族群的一些调味 或者是烹煮的方式 跟日本料理做结合 里面有一道他们的算招牌吧 因为很多人都会拍的叫做保乐圣 这是日籍的料理 叫他呼应这个骨关层叠的山卵 然后透过了日式料理 就是他们的这种槐食料理的方式 然后像乐高积木一样叠出 高高低低像山一样的 其实每一个小碟子里面 都是一道比较是生鱼片的料理 所以你打开来一些小盒子非常非常特别 但是让我连续两个晚上印象深刻的 都是他的腐饭 他腐饭好好吃喔 他绝对能够让你饱足 到最后我甜点完全吃不下 所以我请他不要上甜点了 第二天呢 吃吃吃吃吃 还是一样非常丰盛的这个料理 而且料理的方式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第二天 其实我自己不太喜欢吃生食 所以呢我请饭店帮我准备就是不要生食 那么他们收到了这个资讯之后呢 就改变了我的菜单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个服务的部分非常好 他会随时倾听客人的声音 然后呢吃吃吃吃吃到后面最后一道菜 要准备上甜点的时候 我的服务人员其实连续两天都是同一位 他就问我 周先生今天的份量您觉得还可以吗 因为昨天听您说你有点吃不下 所以我们今天有调整了一下份量 so sweet 所以我第二天吃得很舒服 然后早餐呢他们提供的是套餐式 同西诺亚提供了三种的早餐的套餐 有日式套餐 有西式套餐 还有一个台式的粥品套餐 有些人说为什么早餐不是buffet 其实我个人嘛 比较是套餐的支持者 然后呢这些套餐它可以供应你 在某一些部分可以续加这样子的服务 因为对我来说吃到饱的buffet 是一个比较不环保的料理行为 你不用担心就是说你会不会早餐吃不饱 不会 因为它的份量不少 台式粥品套餐呢 它里面就会有一个鲍鱼粥 有粥点的小菜 那日式套餐里面呢 当然它就会有白饭 然后味噌汤 还有这些日式的这一些拌菜 饭跟汤也都可以续加 红系诺牙骨关它没有在在意客人吃多少 最重要的是要让你吃的好 吃的新鲜 然后吃到日籍料理长它的用心 好在吃完早餐之后呢 其实饭店它有准备很多的活动你可以参加 比如说骨关的这个导览 或者是呢 维景森林之旅 然后呢它有泰雅族的枝山 它也会有这个骨茶时间 其实就是雷茶 我有刚好喝到 然后它会透过这个雷茶的制作 来跟大家分享客家文化 刚才讲的很多的行程都是要预约的 雷茶不用预约了 雷茶你就过去了 像什么泰雅族文化的这些东西 或者是维景森林生态的时候 我跟你讲约不到 所以你在订饭店的时候 你就要直接赶快跟饭店订这些行程 如果平均一个房间是两个人 好了我们不要讲说它有四人房啊什么的 等于它一天会有100个人 可是你知道它那些活动参加 都是六个人八个人 而且它不是每天都有喔 它有些只有123有 有些只有456有 那如果我想要456的活动 可是我是123去怎么办 如果我想要123的活动 可是我是456去 怎么办 所以在这里我要建议一下 这个红西诺雅谷官活动的举办 可以多一点点 红西诺雅谷官的饭店实在太美了 我们都很想长时间的待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要问我 红西诺雅谷官它为什么能够得到 米其林的红四就是红楼 除了饭店的设施的设备 它的服务之外 真的你住进去之后 你会感觉到 新野集团在很多细节上面的用心 我们祈祷疫情赶快过去 你可以飞出去度假 但是其实在台湾 你有很多很多很棒的地方 你可能还没有看过 像我现在就是全台湾跑透透了 下一次我会跑到台湾的哪一个地方 去度假呢 等着我 但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设定全部提醒凯威小伦美 我们在下一个度假开箱再见